能夠幫助國家在很多的經濟發展 或者是在特殊情況下 戰備的需求 供應的一個很好的典範 我真的帶著感激的心情來的 如果沒有民間的支持和協助的話 我們這次在整個疫情處理的過程中 將會面臨很多的困難 沒有辦法解決 那口罩就是首當其衝的一件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原料 沒有原料是做不出來的 這一點我們覺得很幸運 就是說我們有難留 能夠攻擊我們所需要製造口罩的這些原料 那這是我們比其他國家幸運的地方 請問你 激活春期營調 這次也讓我們學習到了一件事情 在一個重大的疫情或重大的事件時 我們有很多戰備的佈置 確實要有自己生產的能量 所以我要謝謝這次南六所展現出來的 就是臺灣的企業擴散能量的同時 也能夠幫助國家在很多的經濟發展 或者是在特殊情況下 我們的戰備的需求和供應員的一個很好的典範